朋友们好,我是海淀教师进修实验学校的陈永宇老师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毛泽东写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 这节课,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我们的学习 一,通过分析对比,理解问题实质,明确改造的方向 在这一部分的学习中,我们将认识并思考主观主义态度的实质及其形成的作风产生的现象 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实质及其形成的作风产生的现象 第二个方面,扣住核心话题,提出具体的改造意见 在这一部分的学习中,我们将思考作者是如何回应前文 在研究实际,学习国际经验的方法和制度方面提出改造的意见 文章第二部分反思了研究中国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真理方面存在的缺点 为了更彻底的对这些缺点进行改造 就要进一步深入反思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本原因 明确消除这些缺点的做法 为此,作者在第三部分将主观主义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进行了对照 现在我们就来细读这部分内容 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角度对二者进行对比的 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先讲的是主观主义态度 依次写到的内容有 先是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什么什么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什么什么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什么什么 用这样的一种句式 把主观主义态度和存在的缺点完全的联系在了一起 指出前文第二部分写到的那些缺点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带来的 紧接着第二部分 指出现在党中存在的两类人 一是做研究工作的 二是做实际工作的 他们的工作完全脱离实际 只是在做一些空洞的理论 工作单凭热情 凭主观 而忽视一些客观实际的事物 接着第三部分内容 就指出了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的工作作风 是夸夸其谈 不实事求是 哗众取宠 哗而不实 催而不奸 自以为是 接着第四部分 指出上面所写到的这些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拿了绿脊 则害了自己 拿了救人 则害了别人 拿了指导革命 则害了革命 是党的大敌 是工人阶级的大敌 是人民的大敌 是民族的大敌 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最后 也就是第五部分 他指出了 应对主观主义的态度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有必要 打倒他 因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 马列主义真理 才会抬头 党性 才会巩固 革命 才会胜利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分别是从那些角度 来写主观主义态度的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第一个方面 就写出了 在学习中存在的缺点 和主观主义态度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 就反思了主观主义的实质 第三个方面 就反思了主观主义 所带来的工作作风 第四个方面 就写出了主观主义态度 所产生的危害 第五个方面 就是从我们应对主观主义态度的方式 这个角度来写 因为这部分 是要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 进行对照 所以这一部分的后半部分 写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的时候 也应该从这些个角度来进行写 只是对其中的一个角度 进行调整 那也就是 要把产生的危害 调整成 带来的好处 带来的益处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 依据这些角度 提炼一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 在各方面的特点 我们阅读后半部分 就会逐渐的发现 第一个方面 在和缺点的关系方面 作者依然是写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 用这样一种句式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和存在的缺点 联系在了一起 指出 前文写到的那些缺点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下 完全可以避免 对实际进行系统的 周密的调查研究 把马列主义理论 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 结合起来 第二 就是指出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是对理论的学习 要有地方使 D是指中国革命 史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实际的调查研究 要实事求是 实事 指的就是 客观存在的事物 求 就是要做系统的 周密的调查研究 而事 就是 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第三 就是谈形成的作风 从各个层面的实际情况出发 凭客观事实 理论和实际统一 在理论的指导下 开展工作 形成了这样的作风 第四个方面 就是马列主义态度 带来的益处 就是引出实际情况 固有的规律性 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引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 第五个方面 就是谈到了 应对 马列主义态度的方式 指出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这一部分 从五个角度 对两种态度 进行了对比 请依照对比的角度 和内容 概括回答 可以得出 关于学习改造的 哪些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 改造学习的目标 这个目标 就是消除主观主义态度 及作风 要推行马列主义态度 及作风 我们还可以明确 改造学习的关键之处 要注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这方面 要杜绝凭主观 凭热情 忽视客观实际的行为 倡导注重实际 实事求是的行为 要注重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的方法的调整 要杜绝单纯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 要杜绝理论和实际 分离的方法 倡导理论联系实际 有地方使的学习方法 这一部分在对两种态度进行对比时 一开始都各用了三次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什么什么这样一种句式 把前一部分中已经谈到的 关于现在学习缺点 又重复了两次 这是否太过于啰嗦 说说你的理解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这两处的内容 第一处强调在主观主义态度下 产生的一些缺点 这些缺点包括 对现状不做系统的周密的研究 凭主观热情工作 对现状认识不清 对历史 就是割断历史 对中国历史无知 对国际经验 工作抽象且无目的 无地放始 这样就强调了这些缺点 是主观主义态度带来的 第二就是强调 在马克思主义态度下 产生的一些好的现象 在对现状的研究方面 调查研究系统周密 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 结合了起来 在对历史的研究方面 懂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懂得中国革命史 对国际经验的学习方面 是由目的地去研究 使理论和实际结合了起来 这样一来就强调了 这些好现象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带来的 这样分别连用三个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什么什么这样一种句式 构成了一组排比句 用相同的排比句式 对同样的缺点 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对比 就显得酣畅淋漓 透彻鲜明的 揭示了两种态度 和存在的缺点之间的关系 指出了缺点产生的原因 及改造的方向 气势连贯 揭露深刻 另外一个方面 前文正是从这三个方面 指出了学习中存在的缺点 这一部分又从这三个方面 分析了缺点产生的根本原因 文章的后文 仍然从这三个方面 给出改造的建议 这样就使文章前后一致 逻辑清晰 因此这部分内容 并不啰嗦 针对第三部分内容 我们还有几个 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对这两种态度 进行对照时 能否先阐释 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 然后阐释主观主义态度 理由是什么 第二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 读此文的时候 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 作者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 毫不含糊 爱憎分明 这种表达效果 是怎么产生的呢 请结合这一部分的具体语句 来进行分析 第三个问题是 本文是延安整风运动的 重要文献之一 理论性很强 可我们并没有觉得 文章是多么的抽象 多么的深奥 相反 还会觉得很通俗 很生动 这种表达效果 是怎么产生的呢 请结合具体的内容 来进行分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主观主义态度 是出现缺点的根本原因 是我们对学习进行改造的 改造对象 马列主义态度 是获得科学结论的保证 是我们对学习进行改造时 改造的目标 二者对照时 先指出改造的对象 再明确改造的目标 这样就显得逻辑清晰 另外前文第二部分 指出了学习中的缺点 这一部分 仅成前文 先写这些缺点产生的根源 及主观主义态度 然后再进一步指出 其实质 所形成的恶劣作风 及带来的危害 这样就显得逻辑严谨的论证了 对学习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后写马列主义态度的实质 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 优良作风 即产生的益处 为后文第四部分 提出改造学习的具体意见 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水到渠成 逻辑严谨的 阐释了改造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先从这部分找出几句 你认为能体现作者 爱憎分明的句子 第一 这种作风 拿了滤脊 则害了自己 拿了救人 则害了别人 拿了指导革命 则害了革命 我们找的第二句是 这种反科学 反马克思主义的 主观主义的方法 是共产党的大敌 是工人阶级的大敌 是人民的大敌 是民族的大敌 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第三句是 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才会抬头 党性才会巩固 革命才会胜利 第四句是 无实事求是之意 有哗众取宠之心 第五句是 有实事求是之意 无哗众取宠之心 我们会发现 前三句话都是排比句式 把主观主义作风 列出 这些排比句的使用 就使与世 非常的连贯 鲜明地表达了 作者对这种主观主义态度的 憎恶 后两句 后两句分别用了 无什么什么 有什么什么 和 有什么什么 无什么什么 这样两种句式 就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正反对比 鲜明地表达了 作者对主观主义态度的反对 对 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 态度的肯定 显得 爱憎分明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先从这部分找出几句 你认为能体现文章 通俗生动的句子 我们看 第一个句子 老子天下第一 钦差大臣满天飞 第二句 有一副对子 是替这种人画像的 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 头重脚轻 根底浅 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 腹中空 其中第一句话 老子天下第一 用的是口语 说明了主观主义者 不尊重实际 单凭主观 想当然 通俗易懂 显得通俗易懂 而有趣味 其中的钦差大臣 就比喻主观主义者 不了解实际 乱发号施令 这样一种特点 显得既贴切 生动 又通俗易懂 第二句话 这样两句对联 就构成了一组对照 用墙上芦苇 山间竹笋 做玉 给主观主义者画像 形象地写出了 这类人 没有科学的态度 没有真才实学 图有虚名的 这样的一些特点 显得既贴切 生动 又通俗易懂 这一部分的 这两段话 也很有表现力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是这么说的 这种态度 就是有地放始的态度 地 就是中国革命 始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所以要找这根始 就是为了要设 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 这个地的 第二段话是 这种态度 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及规律性 而求 就是我们 去研究 这两段话 有针对性的 巧妙解释成语 有地放始 实事求是 清楚明白地说明了 理论和实际统一 这一 马列主义作风 及方法的实质 现在我们一起进入文章第四部分的阅读 在这一部分 作者紧扣核心 提出了改造学习的具体建议 这一部分 理论和方法 对 敌 有 我 各方面的动态 进行调查和研究 引出 应有的 和必要的结论 在研究历史方面 提出 要聚集 人才 要先分工 分部门 再 合作 综合 克服那种 无组织的状态 在学习 国际革命经验方面 提出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为中心 以马列主义 基本原则 为指导方针 废除 静止的 孤立的 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 本部分提出的 这些改造学习的意见 和 马克思 列宁主义真理 和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 这个核心 即本文第一部分 提出的 学习改造的 两个方面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会发现 从研究现状 研究历史 这两个方面 提出的意见 就是针对 研究中国革命实践 提出的意见 要进行的 是学习制度的改造 二 从学习国际经验方面 提出的意见 就是针对 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真理 提出的意见 要进行的 是学习方法的改造 全文四个部分 围绕 马克思 列宁主义真理 和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 这一核心 紧扣 中国革命实际 马克思 列宁主义真理 这样两个重点 从研究现状 研究历史 学习国际经验 三个领域 分成 回顾好现象 反思缺点 分析原因 提出建议 四个层次 逻辑严谨 深入浅出的 论证了改造学习的必要性 重要性 及可行性 我们对毛泽东同志 写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 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